中国国会目前通过了意在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法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卫民在例行这个记者会上就表示坚决的反对 并且声称这种行为损人不利己 呼吁美国有关方面的停止向中国施压 外交部发言人刘卫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并称这种行为有百害而无一意 这个法案不仅严重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规则 损害双方的经贸合作 也解决不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的问题 还将削弱中美双方携手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努力 简单的说呢就是损人不利己有百害而无一意 刘卫民还强调希望美国能从中美经贸合作大局 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停止向中国施压 停止以国内的立法手段向中国施压 摒弃保护主义 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与中方共同努力为两国的经贸关系的发展 创造有利的环境 目前这项法案还需要国会两院通过 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财客商校 白贼认为这项法案志在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 法案一旦收效 美国政府就可以对中国进口产品实行大面积的单方面关税制裁 网友卫生南搜后金明 北京报道 北京报道